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和P出席品牌活動 這裡的佈置很漂亮 我還看到BFF在那邊 我們去找她聊聊天 Hello Ginny 我兩位Costmo BFF 很久沒見了 Hello 我見你了 你最近多好嗎 最近很好 有沒有忙著什麼 現在都在忙著拍劇 現在可以終於見到大家 因為我好久沒見了 是啊 你今天很漂亮 可不可以轉身給我看 看見了 你好了 今天選了一個優雅 簡單的黑色jacket 但是是一個dress 小小的性感 可以看到小小腿 配一個清一點的妝 但有一個紅嘴 我看到你的唇色很漂亮 你塗了什麼唇膏 今天是塗了Rouge Allure Leg 66號色 質地是不是很水潤 嗯 因為我覺得到現在都轉抽 可以選一些紅少許 還有少許質感 會滋潤 還有少許gloss 所以今天就選了這個 我喜歡你的頭上的夾 跟你有點像 你很喜歡是不是 哈哈 嘩這間房間很性感 是啊 我覺得今天這間房間 布置真的很有情調 不知道Genie在你心目中 一個完美又浪漫的晚上是怎樣的呢 完美又浪漫的晚上 如果浪漫的晚上 其實我挺喜歡自己一個 享受自己的me time 我可能會 take a hot bath 有個champagne 之後聽著音樂 然後有很浪漫的氣氛和味道 包圍著我 我就覺得很relaxed 那你晚上是否會噴香水 我會看心情的 當我那一晚是feeling extra sexy 就會噴少許在身上 之餘 我都會噴在床上 因為床 睡覺的時候 可以聞到少許味 我都會睡得好一點 哈哈 那你覺得一支專屬於晚間的香水 那它有什麼條件呢 嗯 晚間香水 晚上我就覺得可以sultry sexy 少許 但也要舒服的 不要太濃 還有有一個很airly 很舒服的感覺 會令自己一個人 calm down 因為晚上也是想 relax 那Chinny 你自己喜歡什麼味道多些 我很喜歡花香味的香水 還有我喜歡溫柔一點 light少許那種 那你覺得呢 女生噴香水噴香哪個部位 是最性感的呢 我自己就會喜歡噴頸 因為我自己都很 有時跟人聊天 如果沿著一點 聞到香的味道 我覺得很性感 所以我都會噴頸這些位置 但是我自己有一個技巧 我會這樣噴 因為我剛剛說了 最喜歡清淡一點 那我就會噴這樣 之後 沖上去 這樣就不會太濃 自己身邊的味道 我剛剛30歲 那真是一個很大的關口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Jini 你覺得30歲的你 和29歲的你 有什麼不同了呢 大了365人 沒有了呢 差一年 這一年我覺得 我自己對數目指 就不是特別敏感 所以你說是否很大的分別 就沒有 但是人越大 會有一個不同 首先是會穩重一點 和會沒有那麼跳皮 但我覺得最大對我來說 分別就是 我現在的 patience 大很多 以前可能會很心急 會什麼都要發發發發發發 現在就覺得 真的有些時間 是要享受 放鬆 給自己一點空間 不要所有事情都要走得這麼快 或者這麼急速 都知道你接下來生日 預祝你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生日快樂 禮物呢 就是我們了 是我們 謝謝 今天看到你真的很開心 那我們下次再聊天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